大家好,我是爱说话的老王 今天我换了一个直播灯 圆的直播灯 这个亮度呢,我正在调 可能你们感觉到亮度是不是有点过亮 今天呢,给大家又带来一个有关科技类的互联网类的 跟每个人相关的一个小播报 这是一个来自于美国产业NTO的一个报告 还是很高兴的那种 耐克跑步又一次离开了中国 耐克跑步离开了中国 这将使得中国大约有800万用户的人 再也不能使用耐克跑步了 花疗航线吧 听听到内容怎么说,好吧 在近期,耐克公司对外正式宣布 耐克公司的耐克RainCop 这个运营平台即将在7月8号关闭 撤离中国 在中国方面的运营数据来看 在中国拥有800万个注册用户 这800万个注册用户都在用耐克的 耐克Coper APP 用这种APP作为自己跑步的数据记录需求 那么这些人就要在7月8号之前把自己跑步的数据 全面从耐克跑步APP上全部撤出 不然的话,这些数据将会费也免 而这800万的用户对于耐克公司来说 当然是无足轻重 因为它在全球拥有20亿个用户 这么样看来,对于耐克公司来讲 撤出中国市场无足轻重 因此上,中国方面会有800万名用户 导致自己无法再使用这种先进的 精准的跑步技术UP 会使得这些用户非常的不满意 这会导致中国的网民提出更多的诉求 而耐克公司的撤离 从耐克公司表面上机构的宣传来看 主要是因为在中国市场的运营步伐并不理想 也没有达到耐克公司想要的标准业绩需求 因此上撤销这种在中国的跑步平台的运营 也是耐克公司必须要做的节约成本的一个方面 就说到这儿了 不是很长啊 因为它就是一个很小 这是一个耐克跑步的UP 这个东西我看过没装过 因为我也没有那个设备 这个好像是要连着什么表啊 什么辣里巴拉拉 反正你要不连也可以 它也可以借用你跑步 一般很多晨跑啊夜跑的朋友 是不是你经常使啊 特别是一些小资啊 咱们的一些大佬啊 我估计经常使这个 没耐克是活不了了 哎呀这800的用户 我妈这天天都在家哭了 哎呀我的耐克跑啊 你怎么就走了啊 肯定得哭 你不哭不可能啊 对不对 人家人家人家七月八号啊 这些朋友们你记得 七月八号赶快把数据倒出来啊 不然的话 他真的关闭了平台 你的数据就彻底的没了 你上美国 你也没办法去美国公司要啊 赶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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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八号之前 把这个你在耐克的这个平台上啊 那up上存的跑步数据赶快拿回来 好吧啊 哎呀听听欧美的网友怎么说吧 一个欧洲的网友 这就说明美国进一步的在做 抛离中国的准备 又一个英国的网友 这样做得很好 耐克公司这样做 一直把自己做的倒闭为止 有一个德国网友 耐克现在的股票急剧下滑 而且产量急 而且销量已经跌破了 他不想看到的历史的低点 在中国的市场 他正在完全的退出 退出中国市场以后 耐克你将会看到 他在贫民窟里的变形 一个印度网友 我觉得这种up 你可以搬到我们印度来 印度西洋这样的up 我们有很多健身的族群 又一个印度网友 对于在中国撤离这样的一个 高端的APP跑步技术 可能对于中国的APP市场 没有什么影响吧 又一个亚洲的网友 中国有很多这样的跑步up 如果耐克撤走了 他的很多的产品 也相应的会更加多的离开市场 又一个亚洲的网友 现在耐克的产品的质量 真的不敢恭维 你们转东南亚生产以后 质量越来越差 又一个亚洲的网友 就因为你们这种最差的质量 会导致你们最后被中国市场 其他的品牌挤出去 又一个亚洲的网友 中国有一个品牌叫红星尔克 它的运动质量品牌比你们要强 比你们要好 价格还比你优惠 那么你怎么能够竞争得过他们 又一个欧洲的网友 其实这是一档市场的竞争 耐克公司现在已经濒临着 在中国市场的倒退 我们只能用 美国人只能用最美丽的语言说明 我们是撤离中国 而不是被挤出中国 又一个英国网友 就像亚马逊公司一样 他们的一个平台 已经在中国被挤压关闭了 而他们对世界说 我们撤离了中国 又一个德国网友 这就是美国人要的政治正确 和他的脸面 又一个美国网友 不要这么说吧 我的朋友们 耐克公司的运营可能真的出现了问题 他们离开中国 可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又一个美国的网友 耐克在中国的产品质量 的确是有些下降 我也听说过这样的方面 但是耐克的产品 应该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 又一个欧洲的网友 你只能为自己的脸上贴更多的金纸 而不可能再让蝉皮 兴盛起来了 又一个印度网友 我希望美国的这种跑步系统 可以到我们印度来 在我们这里 你们的平台可能更加困惑 因为我们也有很多的人 在用互联网 又一个英国网友 是的 你们可以去印度那里 他们的牛都可以穿上耐克的 运动鞋和裤子 又一个德国网友 再穿上运动短裤 那样的牛会非常的先进 又一个欧洲的网友 耐克的倒闭 或者是耐克退出中国的市场 我觉得耐克早晚有一天 会完全退出世界市场 又一个欧洲的网友 现在的耐克公司 已经完全不像过去了 他们现在已经没有这么大实力了 而且他们退出中国市场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无法和那些中国品牌竞争 一个美国网友 在中国有很多的品牌 这些运动品牌 剽窃了耐克的设计思路 也剽窃了我们的技术 所以我们竞争不过他们 又一个美国网友 楼上的这个朋友 你真的在胡说 什么叫剽窃设计思路 什么叫剽窃技术 你在一个运动服装里面 设计的思路 任何人都可能有重复 你懂吗 一个英国网友 美国人就是这样 他们从来不认输 即便是自己输的一塌糊涂 他们也认为是对手比他们强大了 又一个德国网友 这就是美国的理论 不是因为我失败了 而是因为我的对手强大了 又一个欧洲的网友 所以耐克现在要撤离中国 撤离中国的问题 就是因为他在中国运营这个UP 已经运营不下去了 因为这个UP 他们宣称是免费的 又一个欧洲的网友 那么耐克为什么不适合适应一下他收费 又一个欧洲的网友 你们不明白 我的朋友们 是因为耐克的产品 在中国的市场被大量的削减了 中国人现在开始不穿耐克的服装 和他的运动品台了 所以他的销量暴跌 本来这个UP 是配合他的产品销量来使用的 购买耐克产品的 人员可以注册这个平台 你不需要更多的费用 就可以使用这个平台 现在他的产品大量的削减 那么他怎么还会中国人免费服务呢 又一个亚洲的网友 这我完全同意 他是跟着自己的产品销量走的 当年有一中国的 耐克是中国国内顶尖品牌 销量可以占到运营品牌的 70以上 但是现在他不行了 又一个亚洲的网友 你觉得耐克早晚就撤出中国 他可以到亚洲其他国家市场 比如说航空 比如说日本 比如说东西 一个弹自己的网友 耐克可以到我们的国家来 我们这里非常喜欢耐克的产品 中国人不懂耐克的文化 也不懂这种模式 而且你们想一想 耐克的公司在中国运营了这么长时间 一个运动跑步的UP 只有800万用户 800万一个小本子的网友 800万用户的一个UP 对于中国这个大市场来说 的确不大 而且只能相当于一个中小型的UP 耐克撤离了这个UP 可能在中国的互联网市场里 连个声音都不会看到 又一个弹自己的网友 中国人从来不重视这种高端品牌的精准UP 因为这种UP专门对高端人士使用的 就说明中国没有多少有钱人 又一个亚洲的网友 不知道弹子里的网友是怎么想的 中国没有多少有钱人 难道你们国家的有钱人数会超过中国吗 又一个法国的网友 我觉得我不喜欢弹子网友 你这么说 中国的有钱人的确是世界上排名第一名 第二名的仅次于美国 你千万不要这么说 中国有很多的有钱人 每年都向美国输出 又一个德国网友 中国的有钱人 有一部分正在向美国去输出 到了美国以后 他们就成了更有钱的人 又一个英国网友 我觉得你们想的不对 在中国的有钱人 到了美国以后 他们的资产就要降低六倍 又一个欧洲的网友 这就是中国很多的有钱人 都是按照自己挣美元的方式来计算财产 又一个印度网友 我们印度也有很多有钱的人 但是这些人正在使用的跑步的系统 是我们印度自己产的 而不是你们美国的 又一个亚洲的网友 我觉得中国方面自己有很多的跑步记录的运动软件 而且中国方面正在推广自己的这些软件 所以我相信你们撤走了 那么那些软件也会马上顶上来 又一个小本子的网友 我觉得这不用顶替 中国本来就有很多的运动跑步软件 我的手机里就有两款 在中国方面可以连网的运动软件 我到中国旅游的时候就用这种运动软件 所以你们想象一下吧 又一个美国网友 耐克的市场退化是一个不争论的事实 虽然在欧洲在美国他有很多的市场 但是质量的问题真的让我无法想象 又一个美国网友 是不是因为他从中国的那些加工厂撤离了以后 到达了欧洲以后就变成 到达了亚洲以后就变成了这样 又一个英国网友 你不能把责任都推给亚洲的工厂 亚洲的工厂只能是这个水平 因为他们的机械加工水平刚刚起步 跟中国相差太远 一个印度网友 可以把里面的工厂搬到我们印度来 我们可以制造更好的耐克服装 又一个亚洲的网友 在我们这里开辟的耐克的服装厂的加工水平 我们至少原料还是来自于中国 而且这些原料来自于中国以后 还有很多培训人员也是来自于中国 又一个美国的网友 耐克公司这次宣布 其实也是响应了美国的政治 政治正确 又一个英国网友 美国只需要政治正确就可以了 你一切都不需要了 又一个 谈自己的网友 我认为是这样 如果中国方面更多的外国公司离开了中国 那么中国今后就剩一个封闭的壳子了 一个小本子的网友 耐克公司这一次从产品和它最终一个运动up的撤离 我觉得耐克最后想完全的抛离了中国的市场 又一个美国的网友 我希望很多中国的那些高调的人群还应该穿着耐克的服装 以后他们走在大街上会炫耀 只有我才能卖到耐克的服装 一个欧洲的网友 你真是有些神奇的傻瓜 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 又一个英国网友 关键是在中国没有流行趋势 服装都是需要流行趋势 你懂吗 我的朋友 又一个法国网友 美国人根本就不懂什么叫流行趋势 你们懂吗 他们只会把那些垃圾的服装当做品牌 而只有法国才是真正的流行趋势 服装没有流行趋势 不要说耐克 就算包括德国的阿迪达斯也一样会灭亡 又一个德国网友 我真的不希望阿迪在中国再出现什么问题了 不要参与那些不该参与的事情 参与了一次新疆的问题 阿迪的中国公司就完全的被我们总部彻底的替换了 又一个德国网友 这就是该死的政治 懂了吧 你只要跟着美国学政治正确 你在中国的市场一定就会倒闭的 又一个英国网友 所以英国人最聪明 我们政治是政治 经济是经济 政治从来不和经济挂钩 那是最错误的事情 又一个英国网友 跟中国人做生意 不要谈政治 而跟中国人谈政治 就不要说经济 又一个德国网友 就要两者 你一定要把它切分开 但是很多的时候 中国人是分不开的 又一个谈自己的网友 中国人不会把政治跟经济分开的 他们总是缠和在一起 有的时候 他们就认为我们政治不正确 就制裁我们 一个小本子的网友 我觉得谈自己的泡菜 总是应该被人制裁的 因为他把脑袋冒出来 污染空气 又一个印度的网友 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中国在运动 up这个方面 比我们印度差远了 他们比我们还要落后很多 又一个印度网友 我觉得像耐克这样的一个跑步记录的up 撤出中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而且你只有区区800万用户 在中国他们有10个亿的网民 不要忘记 你们连1%都不到 又一个欧洲网友 是啊 1%的中国网民就是1000万 我的天呐 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网络市场 又一个欧洲的网友 那么耐克今后还会不会再回到中国呢 或者中国人请耐克回去呢 一个美国网友 你真的以为中国人会把耐克请回去吗 你见过中国把哪个美欧美的公司请回到中国 好吧 就说到这儿吧 刚才老外跟大家说了 你们使用赖步跑步up的那些朋友 7月8号之前 反正人家公布的时间就是7月8号之前 赶快把你们的数据捣出来 甭管你再喜欢再爱慕赖客人家要走 你也没办法 支持老王 长安节在网上推荐 你有什么意见写在下面 帮老王加入观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